臺灣友邦巴拉圭總統當選人 接受日本媒體訪問時 就表明跟中國建交是毫無吸引力 他就任之後 將會維持跟臺灣的邦交 繼續為臺灣來發聲 外交部長吳釗燮就表示 對於新政府是充滿期待 另外美國亞太主席康達 則強調他和平穩定 全球關切並非中國內政議題 臺灣友邦巴拉圭總統大選 有主張友臺的執政黨獲勝 當選人潘尼亞透過推特 回復總統蔡英文的祝福 說巴拉圭將繼續加強 兩國之間的歷史性兄弟情義 跟合作關係 而潘尼亞接受日本 週日新聞專訪更表明 與中國建交毫無吸引力 他就任總統之後 巴拉圭不但要跟臺灣維持邦交 還要在國際社會為臺灣發聲 八歸八月中就要舉行總統就職典禮 傳出將由副總統賴清德代表出席 外交部長吳釗燮表示還在規劃中 人未成熟不適合對外公開 不過這一次八歸大選 國安局觀察到中共介入操作痕跡明顯 現在中國威脅不斷 美國亞太助勤康達就強調 台海問題非中國內政議題 如果台海發生任何危機或衝突 對全球經濟將有毀滅性影響 康達也重申 美國在兩岸局勢上的立場 還有美國自己的一中政策 四十多年來沒有改變 美國支持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反對任一方片面改變現狀 另外美國本月底將會在東加 開設新的大使館 這也是美國加強在太平洋地區外交存在 以對抗中國勢力崛起的一部分 記者韓英朋友組真理報導 現在的確是粉絲 如果對抗中國一總共有多 所以要不斷地的軟增 我們這裡有多少